人生道路上难免遭遇到困境 觉得迷惘 但是如果能够迷途之凡 找到方向 或许就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 东海高中黄俊燕他曾经误入歧途 但是在师长朋友的鼓励之下 现在他找到了兴趣和志向 希望能够弘扬脸谱彩绘 就在学校办公室里 黄俊燕神情肃穆的彩绘脸谱 过去曾被霸凌 曾经加入帮派 但也从中发现自己对彩绘脸谱 很有兴趣 希望有朝一日能发扬光大 就觉得说 想让人家知道脸谱这个东西 因为像很多 很少的年轻人 已经会去学这些传统的 然后就想说 因为从小对庙会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不如想说 要不然就去传承看看 对 然后就又跟声明讲 然后也有拜托说 如果这可以发扬光大 可以到国际舞台 或者是说去展览的话 那我也蛮希望的 黄俊燕能迷途知返 身边的父母和学校的老师同学 给他很大的帮助 从东海高中到新北市教育局 都希望以他为例子 鼓励学生努力发挥自己的兴趣 我想俊燕的才华令我们非常的惊艳 尤其他过去的故事 他也曾经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然后能够翻转人生 我想这就是教育最大的价值跟力量 让每一个孩子找到他的潜能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普遇 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他发光发热 所以我们透过学校跟大家的帮忙 尤其各个媒体大家的协助 让这样一个孩子找到自信 找到未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一个专才 不一定 我讲过不一定说念书的 会念书的才是好孩子 每一个孩子只要把生活教育做得好 对父母孝顺 那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那肯学有一技之长 对社会对国家都是非常有贡献的 这次黄俊燕也获得国语日报颁发2018 儿童少年好样人物 人生价值类奖 颁奖典礼上 他也一一介绍了自己这几年来的彩绘作品 让众人看到他的努力 记者方剑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